大家好,我是逛遍欧洲博物馆的呆猫 我现在是在德国卡塞尔来参观2022年当代艺术圈的另一个顶级展览 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 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少年展一样 都对当代艺术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梳理 都对当代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 人们常常争论与权衡这两个展览到底哪个展更重要 其实从经费上来看 卡塞尔文献展的经费几乎是威尼斯双年展经费的三倍 比如2017年的文献展总经费是4500万欧元 而2019年的双年展总经费则仅仅为1300万欧元 另外呢,文献展每五年举办一次 它的总策展人全职工作 这让文献展的策展团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规划和调研 而双年展只有不到两年的准备时间 而且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不是全职,是兼职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 卡塞尔文献展是更为重要的艺术展览 比威尼斯双年展更严肃,更有分量 但不可否认 考虑到威尼斯双年展创建于1895年 已有127年的历史 在历史重要性和品牌形象上 要比创建于1955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强了很多 而且威尼斯本身的奇特魅力让威尼斯双年展更加吸引游客 获得更多关注 这也是德国卡塞尔市所远远比不上的 不管怎么说,对所有关注当代艺术的人来说 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都是绝对不可错过的顶级艺术盛宴 6月,我曾经推出一个介绍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系列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要推出一个新系列 专门介绍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 和呆猫一起看卡塞尔文献展 关注我 記者 李宗盛 車唱起用 韩 Happy 使用 权尔文献成 井 прок